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很关键对不对 一样的我还是要告诉你 明天更关键 重点来了明天更关键 江南老师我跟你分享过 因为我昨天看完筹码之后 我就觉得不命为什么 因为感觉好像是诱敌深入对不对 但是今天是为了要做选择权结算 那结算完之后呢 那怎么办怎么办 来请你今天认真的听我解盘 你从来没有看过江南老师 这么认真的告诉你 我要认真的解盘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节目 你真的要尽快看 认真看 因为江南老师要跟你说 不一样的东西 了解 好 所以我们慢慢讲 你慢慢听 好不好 所以我还是先给你结论 给你结论完之后 我再告诉你为什么 好不好 把这个逻辑记起来 我希望透过这30分钟的时间 教会大家怎么看这个盘 是因为看大盘 真的很简单 我们说实在乎 大盘真的很简单 那个股就不简单了 因为都有人躲在后面 不知道他上下起手 大盘就比较难上下起手 所以面对这个行情 还是要属于自己的见解 所以直接给你结论 空方趋势盘仍然持续 江南老师 你今天说的这样 斩顶结底 我会惊到 免中成的惊到 为什么 空方趋势盘既然仍然存在 那重点来了 怎么做 为什么 你想要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坏 为什么是这样 来 我慢慢讲 你慢慢听 一笔一笔把它记起来 如果你没有把它记起来 我就说一次而已 我今天说完 我就没说了 了解吗 好 来 我跟你讲几个重要的数字 还记得每一次 江南老师都会跟你讲 一些很重要的关键 价位 对不对 来 六月份合约换账的成本 多少 不记得了 对不对 来 让你评评一下 9676点 这个收盘收哪边 收9284点 对 9284 9676 谁赢 空方赢 他倒下来 账下来 他根本不用处理 他就赢了 现在谁紧张 是多方紧张 不要忘记了 好 来 另外一个 我们看一下 那个摩台词的换账成本 很久没有跟你讲了 对不对 来 六月份的合约 换账成本 换账哪边 358.9 上次江南老师 这个全现出范如 偏小的时候 你知道对不对 358.9 你知道现在 已经跌到到多少了吗 不知道对不对 3458 也就是说 還是空方獲勝 倒較爛的 真較爛的都贏 所以誰壓力大 是不是多方壓力大 不是空方壓力大 空方就說 把手拿給我 我沒辦法走 我沒辦法走 他就贏了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是空方趨勢 不要假笑 不要空閃空閃 不要因為昨天大跌 你就覺得亂了方寸 你看昨天減了七十幾億 真的是 有時候這隻手你也好心好心 你這樣控盤 真的真的是陪葬的是散戶 我知道你要阻殺的是外資 我知道 但是你知道嗎 有七十幾億昨天的賞戶有沒有 不是人 是錢 全部當陪葬品 真的是 我已經講很久了 你要這樣控盤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只是呼籲一下 不要再這樣子控盤了 OK 好 所以兩個數字都是空方獲勝 好 那今天為什麼今天來這邊 很明顯是為了周選擇權結算 結算了 所以名字真的很關鍵 所以來 這個是第一個數字 我跟你講了對不對 好 另外一個 為什麼 江老師 你還是當作是空方趨勢 今天你起一百空六點 對不對 江老師你起目幾乎 106點是很多對不對 也是31加漲停板 你怎麼還看空 來 我用數字說服你 說服完之後你就知道 原來江老師還是比較高招 為什麼 來 給你看看 昨天是不是 對不起江老師打錯了 是176 好不好 昨天是不是下跌了176 好不好 來我把它修正一下 這樣比較正確 等我一下 昨天是大盤指數 我們講的是大盤指數 跌了176點對吧 那今天漲了106點 來你用數學算一下 106點占176點幾% 63% 也就是說你攻克了63%的失土 你總共占回了63%的失土 攻了那麼多的層次 攻回來 好 那昨天有沒有 175加跌停 好 還要點數一點一間 一間 高別的跌停板 還恐怖 昨天有175加跌停 今天才31加漲停 也就是說只恢復了17% 你有什麼時候好 開心 了解我的意思嗎 不是有一個指數嗎 不然你眼睛看你就知道 不就是為了指數 不然為了什麼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 你今天不要因為大漲 你就開心 不然明天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趕起來了 了解嗎 所以來 大盤跌了176點 結果今天漲了106 只恢復了63% 應該說恢復了63%之多 好 昨天跌停175加 今天漲停31加 只恢復了17% 所以誰還在插斜 跟著在擦火 擦胸口 當然也是漲跌停 現在就沒辦法回來 不就是這樣嗎 你了解嗎 所以很明顯的 只是為了負指數而已 好 這是第二個理由 好 第三個理由 你知道嗎 現在有沒有 K棒顏色 我有跟你看過嘛 對不對 K棒顏色 沒有變成黃K棒之前 我認為還是空方趨勢 對不對 好 另外一個 我再告訴你一個數字好不好 你知道現在有一個制度 什麼制度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不是放寬 漲跌幅10%嗎 今天如果跌停板 今天如果跌停板 明天平盤一下 你是不能放空的 這樣了解嗎 今天老師你給我講這要做什麼 來 讓你看一下 玉金光的秘密 讓你看一下 來 這是玉金光 今天老師 這是什麼 這是空方趨勢 對不對 很明顯 對不對 今天老師 那你跟我講這個幹嘛 看不出來對不對 好 我用平常的數字來給你看 平常的K線圖你就知道了 來 等我一下 我把它調出來一下 你就知道 現在這個制度有沒有 有什麼好開心的 什麼叫好開心 3406的 玉金光 來 我給你拉過來一點點 好 那我把白板筆打開 來 我解釋給你看 這是3406的技術圖 你有沒有發現 一天跌停 隔天 不能平盤下放空 所以A不下去 結果休息了一天 隔天又掉下來又掉下來 所以你有什麼好開心的 了解嗎 所以昨天跌停了 是因為今天平盤下不能放空 是卡住了 不然賣壓更重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告訴你這些東西幹嘛 還是一句話 千萬不能因為大跌的時候 你極度的悲觀 也不能因為大漲的時候 你又極度的樂觀 否則你會被這個盤來盤去的 盤勢有沒有 可以扒來扒去的 這樣了解 所以為什麼跟你講說 明天真的很關鍵 所以來了 江老師 那你跟我講說空方趨勢持續 對不對 明天怎麼辦 告訴我 明天到底要怎麼辦 對不對 我已經跟你講為什麼了 所以我給你一個結論 很重要 明天是多方最佳的時機 也就是說 明天多方只能再攻 不能守 如果他用守勢的話 我跟你講 明天應該不小心就下去了 就這麼簡單 這樣了解 所以我已經把盤子解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還不會做 我就叫你 你不要再做 你先退場觀望 最起碼盯不到你 不就是這樣嗎 了解嗎 好 那這時候大盤解完了 對不對 很精彩對不對 江老師從來沒有跟你講過這個東西 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來了 那到底當衝要怎麼衝 來 今天我們來解決一下 今天你當衝好不好 你今天當衝是不是 等下橫盤整理盤 你是不是在那邊亂衝了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 今天要老師教你的 記得啦 不會有天天過年的行情 剛才那大漲大跌那種行情 了解嗎 所以請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你今天以為 期貨有很好做嗎 因為期貨不好做 今天期貨才漲了五十幾點而已 大盤是因為昨天跌的比較深 所以今天期貨是 期貨是昨天跌的比較少 所以今天你覺得跳起來 感覺好像也沒什麼動 所以我告訴你好不好 請你記得當衝要懂得這句話 叫該拼命的時候 你要懂得把他拼大肚 該觀望的時候 你要懂得退場 也就是說 到底今天是要拼大的好 還是觀望好 就這麼簡單 來 所以我們開始要當衝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六月十號的一個盤是 每天只要問自己三個問題 你就知道怎麼做了 來 今天是多方空盤 還是空方空盤 感覺好像多空盤都有機會對不對 就像上下扯來扯去的 好 今天大戶做多少做空 感覺也是扯來扯去的對不對 好 挖完了之後散戶 還不錯 還敢做空對不對 結果今天拉出去了 永遠散戶 永遠都是跟趨勢作對 所以來 運用K棒的顏色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怎麼橫在這個地方 看不清楚對不對 今天老師跟你用比對的你就知道了 今天就不應該拼命 因為今天的行情根本就沒有出來 你不應該拼命的 結果你在這個盤子上 你在黑白槍這樣對 來 我告訴你怎麼做 很簡單 我只要用一張圖有沒有 就可以解決你今天 在黑白槍最高三滴了 不信的話我用給你看 看完之後你就知道 今天老師跟你表達的東西 來 就是台紫期的十分鐘就可以放 好不好 我解釋一下 今天開盤在這個位置 今天收盤在這個位置 然後昨天開盤在這個位置 來 我們就比對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控盤手有沒有 多方跟空方感覺好像一麥麥而已對不對 好像不會很積極對不對 廢話跟昨天比有沒有發現 昨天空方那麼積極難怪會掉下來 今天有嗎 力道那麼小 好 完了之後我們再看大戶 今天的大戶有很積極的做空嗎 也沒有啊 跟昨天比起來有沒有發現 這樣了解嗎 我每天跟你唸的 你都覺得 江老師 你不要再黏驚啊 我都覺得我上節目這三十分鐘 好像每天在唸經一樣 江老師會的就這幾招而已 你也知道啊 對不對 我教你的不就這麽幾招而已 所以你知道嗎 江老師真的很貼心 貼心是什麽意思 就是面對行情的時候 我會告訴我們的學員 到底今天是要拼大的還是要觀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好好的休息不就好了嗎 等我一下 我給你看一下 盤中教學 江老師跟我們的學員講什麽東西 看完之後你就知道了 來 等江老師一下 我找一下那張圖 等我一下 其實面對行情的話 是不是好好的休息就可以了 來 我們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江老師是不是跟他 我們可以請攝影大哥 有沒有 學員沒好 看吧 有沒有 十二點五十三分的時候 是不是休息一整天會比較好 籌碼一點都不明顯 根本就不應該在這種盤鬼混拼命的 有沒有 所以今天江老師光望到現在 那時候十二點五十四分 根本就不用出手 這樣了解嗎 請問一下 這樣子操作期貨不就好了嗎 你以為就每天都要大賺大賺嗎 哪有那個每天過年的行情 沒有那個每天過年的行情 所以江老師有沒有 在找盤就把那個 我們昨天留的空單就把它拼掉 然後只發了一個簡訊 告訴我們的會員 當你有這個簡訊之後 你面對這個行情有沒有 你就會非常淡定 見他老師教你 不是每天都要賺 了解沒有 有時候放慢你的腳步也是 因為明明就是他不應該衝的盤式 你有沒有發現你看 九點四十七分的時候 親愛的會員 目前的盤式就是價量不同向 因此耐心等候 盤老師的訊息再行動作就這樣 一路到尾盤的時候 盤老師才發口訊在做什麼動作 就這樣 請問一下這樣子做期貨會比較輕鬆 還是你自己在那邊緊張 五個小時比較輕鬆 我相信應該是運用工具比較輕鬆吧 對不對 了解 運用訊息比較輕鬆嘛對不對 所以當你在操作期貨 怎麼操作 怎麼不順的 盤老師還是要告訴你好不好 其實人生很多的成功跟失敗 是取決怎麼樣 就是這個東西 人生的成功跟失敗 有很大的程度 是取決於對機會是否能把握 這是三十歲前要知道的職場成功學 所以機會你真的要好好把握 如果你不好好把握的話 機會有沒有一流失就沒有了 這樣了解 所以其實江老師每一定跟你講的 好好運用K棒的顏色 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真的不需要學那麼多的東西 好好的運用K棒的顏色 不要再繞遠路了 好好運用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把K棒的顏色準備好 再把操作桌子給它固定 剩下的就請你按表操課 不就得了嗎 對 好 指數行情 江老師特別提醒了 明天是關鍵 到底是漲是跌 還有投資人 你不要太興奮了 反正就是冷靜就對 就是Hold住 不要好像行情漲就衝衝衝 行情跌就好像世界末日 沒錯 但是江老師 當然今天看完指數之後 大致還是要問 還是要關心一下籌碼面 今天就籌碼面來說 有沒有什麼變化呢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大跌的時候 外資賣了三十幾億 今天大漲呢 你以為外資被尻回來了嗎 你想太多了 來 答案揭曉 一樣照賣三十五億 所以我跟你講 外資有沒有 還是一句話 來 注意看 這個手勢很明顯對不對 六月份的法人換算成本在這裡 六月份的摩台紙換算成本在這裡 誰壓力大 多方壓力大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是多方壓力大 不是空方壓力大 這樣了解 所以外資搖得搖 我就賣了 了解嗎 賣了三十五億 今天資金上賣了三千萬 所以這樣加加減減 總共賣差了三十一億 所以其實基本上來講 還是站在賣方 但是數字不多 所以我們就稍微中心偏空 來看待就可以了 好 昨天下去的時候 空單做了一點動作 那今天上來的時候 你以為又回補嗎 你以為外資是空安的嗎 來 小加空了二十四口 所以進空單還是一萬八 沒有改變 所以仍然是偏空思考 好不好 仍然是偏空思考 來 選擇權的部分 今天偏空操作了三千口 所以來到了兩萬七 今天偏多操作了兩萬三 所以來到了十三萬 所以這樣加加減減 還是大口數的一個偏空思考 還是大口數的偏空思考 因為還是高於十二萬口的 一個進空部位 來 昨天的Poco Ratio 0.69 今天來到0.75 有拉起來了 我就跟你講吧 為了周選擇權結算吧 對不對 所以0.75 仍然是偏空思考 是偏空思考 不是中心偏空 好 那另外一個 Halo Tiki有沒有補 沒有 沒有拉到他們目標價 不補 正39.0 所以賞戶都夠力大 我們當然就是偏空思考了 所以我希望 也許這個是另外一隻手的單子 OK 但是我希望不是你手邊的單子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你這樣子做 是在逆勢交易 而不是在順勢交易 這個很重要 把這個觀念把它記起來 好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 巴拉光股航庫的部分 用你的腳頭巫想也知道 他做什麼動作 一定又是站在買方 買了28.5億 昨天才賣了三十幾億 結果他竟然買了28.5億 所以是毛起來跟他對坐了 很明顯的 另外一隻手就是在對坐 好 那一樣 我們看K棒的顏色了 如果假設要讓 建亞老師改變我的看法的話 K棒的顏色 它首先也要變成黃K棒 沒有變成黃K棒之前 我看到的數字會佐證我 還是稍微偏空思考 偏空操作 為什麼 K棒的顏色 還是藍色的K棒 所以現在大盤的一個方向 還是屬於空方趨勢 沒有改變 除非他拉上去 了解嗎 變成黃K棒的時候 建亞老師才會改變我的看法 否則現在還是偏空思考 偏空操作 建亞老師已經論述給你看了 所有的數字 我都用數字說服你 我不是憑感覺 我們就用懷 明天怎麼安重 不是 所以都用數字來說服大家 所以第二階段 建亞老師就把大盤的 日線級的K棒 跟大家做交代 好 現在看出來 那隻手失誤還是撐在那裡 今天不只指數漲 當然今天各股部分 表現也相當不錯 也是全面性的反撲 今天包括像是生技啦 電子啦 航運這一陣子 前一陣子比較弱的 今天都漲回來了 那建亞老師 我在各股部分來說的話 要怎麼來掌握呢 好的 建亞老師最厲害的東西 是什麼你知道嗎 不是我要臭屁 我很厲害 不是 千萬不要這樣以為 建亞老師告訴你 是 我喜歡做順勢教育 來 建亞老師跟我們的學員講 如果假設你現在 已經在使用工具的學員 來注意聽 建亞老師 今天強勢股也很強 你為什麼不去追強勢股 大家都會這樣的想法 對不對 但是建亞老師跟你分享好不好 我不喜歡把我自己 搞到精神分裂 你知道為什麼會精神分裂 你明明大盤是看空 結果你去追多股票 你是要怎麼操作 你自己用看看好了 你大盤給他看空好不好 你只有大盤看空一個禮拜就好了 你去追多股票一個禮拜 你不成神經病才奇怪 了解嗎 亂了 對 就會亂掉 所以當然就是順勢 順大盤的事 這樣了解 我有沒有解決你的問題 有 我相信建亞老師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說 建亞老師到底是要做多少做空 就順大盤的方向去做不就好了嗎 了解 好 那另外一個我們來講 那個今天 建亞老師只做了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既然彈上來了 該跑還是要跑 為什麼 難道你要在那邊被電嗎 對不對 所以建亞老師只發了一個call訊 什麼call訊 很簡單的一個call訊 來 建亞老師跟你分享好不好 我們會員的手邊的空單 目前就是空手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空手 來 第一個 2498的宏達店 今天還蠻強的嘛 昨天建亞老師有提醒大家 2498的宏達店 今天應該會跌停打開 結果一開盤的時候 比我預期還要強很多 所以當然就是 75.5 空單 獲利回補 落跑 9.03分 也就是說 從103塊空下來的 從94塊空下來的 現在已經安全下裝了 就這麼簡單 好 建亞老師 promise大家 從今天開始 我不會再去解宏達店這個盤 不管你是擁有它的多單也好 不管你是擁有它的空單也好 我不會再講它了 但是不代表 我不會帶著我的會員去空它 我只是不想要在檯面上 一直跟你唱 所以說宏達店怎樣怎樣 因為實在是 太多人在反映它的這個問題了 所以建亞老師以後就不講宏達店 不要以為沒有宏達店 我們就不能生存 很多空單 為什麼 很多 來 第二筆 建亞老師跟你講 賺的也要跟你說 賠的也要跟你說 對不對 建亞老師 1123的 承得69塊空單退場 目前手中的空單 全數平常 空手觀望 耐心等候建亞老師的布局 在一檔股票的布局就可以了 就這樣 安全下裝 所以當別人在痛苦的時候 我們的學員在算鈔票 而且算完了 算完之後 只要等明天 建亞老師是不是跟你講 明天很重要 明天多方只能再攻 不能再守 如果他在用手勢的話 我跟你講空方趨勢會很明顯 那空方趨勢很明顯 就跟他A下去 就這麼簡單 了解沒有 股票馬上A 旗位也要A 就這麼簡單 永遠請你做順勢交易 了解沒有 所以最後還是提醒你好不好 當你在操作期貨 操作股票 怎麼操作 怎麼不順的 建亞老師還是要跟你分享一個東西 好好運用K棒的顏色好不好 但是建亞老師 我沒有K棒顏色怎麼辦 來 我跟你講 下個禮拜 很重要的訊息 你必須要懂的東西 上次有沒有 今天的主持人來是四分 四分我不曉得你台語好不OK 其實我常常欺負那個星雲 因為星雲的台語不行 上次我們是不是有欺負那個星雲 好 這次要卡考你了 很簡單 你不用緊張 很簡單 超級簡單的 來台語試試看 建亞老師要全審 這個不能講 講出來就知道 來 卡考四分一下 來 四分你覺得 這個台語應該怎麼唸 你知道嗎 全審 略略 什麼東西對不對 跟誰說 看毛咧老師 四分 整個眼睛呆滯了五秒鐘 這叫做全審 滑滑舌啦 滑滑舌的意思是什麼 建安老師要全審滑滑舌 他告訴你什麼 下週必懂的資訊 你如果不懂這些東西 你整個下星期不要再做了 就這麼簡單 江老師 那你到底要跟我們分享什麼東西 來 下週必懂的資訊 第一個 大盤已經回檔了八百點 請問一下何時止跌 從一萬點掉到九千二 對不對 那很多人問我說 期貨當沖好還是波段好 我會跟你一次的解決 告訴你 到底要做當沖還是做波段 第三個 當沖的籌碼如何運用 大戶在幹嘛 賞戶在幹嘛 今天是空方空盤還是多方空盤 你知道嗎 不知道對不對 好 第四個 我覺得最重要 股票操作如何調整節奏 你有沒有發現 當建安老師告訴你 空方趨勢的時候 我也沒有跟你講三馬理論 就沒有了 我就把它撂在一邊了 為什麼 因為大盤在空方 你為什麼要去看賽馬呢 去A那個打鐵路的賽馬 不是更好嗎 了解嗎 所以建安老師要全審滑舌 這個訊息真的很重要 下個禮拜必懂的資訊 總共有這四個 所以請你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 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 這一個活動有興趣的 留意中場廣告的訊息 因為這個留意中場廣告的訊息 我相信對你在操作期貨 跟操作股票 一定很有幫助 下個禮拜就這十點 請你弄清楚 如果你這個四個 下個禮拜這十點弄清楚 我跟你講 你一定會跟我們學員一樣 是普羅級的了解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冷靜一下 注意一下廣告裡面的訊息 好 跟大家好是分析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諸羅紀世界 六月十日盛大開幕 彈氏軌絕多變 善用工具辨別多空 賺最好賺的一段 全面量化 與您有約 六月十三號台北台中 六月十四號台南高雄 02 2506 6808 2506 6808 福特庫卡1.5 Turbo引擎 動能皆能 完美境界 國產唯一安全標配 本週末邀您親自體驗 慶祝福特庫卡 熔登四輪驅動 SUV銷售冠軍 即刻入主福特庫卡 指定車款 再享八十萬零利率 這世界上有個人 總是給你溫暖 總是怕你餓了 總是為你遮擋燕陽 總是製造浪漫 總是陪你到天涯海角 怎麼了嗎 我迷路了 我的ListerRite 就在屈城市 極點就送Banao 極點就在屈城市 屈城市下飯賣 買一送一 買一千五 再送一百 你可不喝 只要iWater 25年水專家 iWater 雞字塔能讓活水機 潭式詭譎多變 善用工具辨別多空 賺最好賺的一段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6月13號台北台中 6月14號台南高雄 02 2506 6808 2506 6808 歡迎回到七海論壇 今天的酒掌最後上漲49點 不過今天如果要做當衝的話 要如何來掌握 趕快再把時間交給建安老師 好的 建安老師教你 每一天一定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我今天是要拼大堂的 還是要觀望 昨天應該拼大的 你結果不敢拼 結果應該好好觀望的 你又黑白衝 為什麼 看這個圖形你就知道 今天是多方空盤 空方空盤 很明顯的是多空戶有領先 大戶也是多空翻來翻去的 就只有散戶的帶著鋼灰往前衝 真的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盤勢 是不是應該好好的觀望 建安老師剛剛不是也 秀口訊給你看了 建安老師告訴我們的學員 請你記得今天就好好的睡覺 就好了就這麼簡單 如果假設你是工具的使用者的話 建安老師是不是也會提醒你說 面對這個行情有沒有 真的不要在那邊黑白衝 該好好休息的時候 不是說好好休息就好了 有沒有 學員們好 看吧 是不是要休息一整天會比較好 籌碼一點都不明顯 根本就不應該在這盤 那邊鬼混拼命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有人事實的提醒你 其實你真的操作起握起來 或很輕鬆 我知道你是不是都很緊張 看五點鐘的機會 一掙算對不對 未時到逆流 這樣了解嗎 就是你想趕緊張 做起握做股票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如果假設你覺得 建安老師做起握做股票 到底要怎麼做 怎麼做 來建安老師跟你分享一個東西 建安老師不是有說過嗎 剛剛考考試分一下 對不對 轉線熱熱熱熱 對不對 要熱熱熱熱熱 建安老師要告訴你 台語要記起來 這個國語怎麼唸 我也不知道 反正台語我知道怎麼唸 好 下個禮拜必須要懂得資訊 有這四個 第一個大盤已經回檔了800點 核實止跌 你一定要知道 第二個 期貨當衝好還是波段好 你也一定要知道 第三個 如果假設你是以期貨當衝為主的 球馬到底要怎麼樣判斷運用 這個很重要 大戶在做多做空 賞戶在做多做空 今天到底是多方空盤還是空方空盤 K方的顏色是多還是空 你如果不知道 你不是用蒙著眼睛亂操作嗎 了解 所以下個禮拜 建安老師就要跟你分享這個東西 第四個當然就是 股票操作的節奏要怎麼調 這個更重要了 現在很多人受傷累累的原因 就是因為空方趨勢 還拼命在操作多的股票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下週必懂的資訊很重要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留意中場廣告的訊息 我相信這中場廣告的訊息 對你在操作期貨跟操作股票 一定非常有幫助 除了這個以外 明天關鍵了對不對 關鍵的時候 當然就有關鍵的點位 今天這個數字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明天在把你的手綁起來 用那個銅筋繩綁起來 不要再亂下單了 9408點對不對 明天建安老師就會公布在盤中教學 這個數字真的很重要 會不會跌破 會不會漲破 就看這個數字了 對 好 觀眾朋友去分析 明天從日間持續投電視節目 也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